大家好我是空菜我现在在中山路啊 门口牌子都是在买快餐的啊 刚刚11点人就很多了啊 看一下菜单 八蒸豆腐 我特别想吃八蒸豆腐来一个吧 再看一下啊 上菜速度还挺快的 给了一个八蒸豆腐 一个炒和菜 一个酸辣汤 赶紧来试一下吧 先来看一下这道八蒸豆腐啊 上面就是有 虾仁 鱿鱼 这是香菇吧 还有这个是 米肌 鲜肺 还有像 筍 然后底下是豆腐 底下是整块的豆腐 直接先来一块豆腐试一下啊 放碟子你啊 那个碗不好放 它这个豆腐是炸过的 外面是有一层脆壳的 然后里面看起来 非常的润啊 试一下啊 外面的壳吃起来还是脆脆的 并没有它 然后里面的豆腐非常的润啊 看起来 看起来好像是鸡肉啊 试一下 嗯 鸡肉 对 这要配米饭了 嗯 虾仁啊 我觉得它这个八蒸豆腐就是咸淡适中啊 天津的八蒸豆腐其实每家做法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它用的八蒸是不一样的 可能每家店有的用这个有的用那个 然后好一点会用好一点素材 普通一点的就用普通一点的素材 对 这一份的话是 49 诶这好像是肚啊 猪肚什么的 诶对 猪肚 诶我以前吃那个八蒸豆腐好像还真没有吃过里面有加猪肚的啊 这个加了猪肚 还不错 这个是炒的菜啊 29这一盘 然后它里面就是粉丝豆芽韭菜 还有一个鸡蛋 你鸡 看起来还不错啊 还有点豆芽 还有一些香肝啊 豆芽吃起来是脆脆的 然后香肝 整个口感就是很扎实很丰富啊 这个是酸辣汤啊 这一份是小份的 是15块 然后它里面就是一些血豆腐丝 火腿丝 还有一个鸡蛋啊 它这里面这个白色的应该是笋丝啊 试一下啊 哦 够酸 然后微微的辣 是那种白胡椒粉的那种辣 大冬天的来上这一碗汤真的非常舒服啊 瞬间就开胃了 海参啊也是有海参的啊 猪肚也挺多的 很脆啊 这个我觉得很好 吃了两碗米饭啊 这些菜又要打包了啊 最后再来点汤就好了啊 人真的太多太多了 现在前面已经有在等坐的了 这是一家老牌的天津饭馆 然后以前是国营的 现在好像也还是国营的啊 开了几十年了 生意一直非常火爆 早点它的云腿也非常好吃 然后吃天津带有一个就是不要太贪心了 菜量真的很大 我们两个人的话 两个菜一个汤 三个全部剩下了要打包了 哦 味道不错 相当给力 你觉得怎么样 然后喜欢控制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控制 因为大家评论转发收藏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